乳糖不耐症在亞洲人生上會比較普遍 都會用植物奶來取代牛奶 又是不是款式的植物奶的營養價值都可以給牛奶呢? 其實如果你說你今天是想減糖 或者你有血糖問題的人 就不應該喝那麼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Healthy營養師Hailey 今天跟大家說植物奶 豆奶、義物奶、杏仁奶、米奶 市面上現在這麼多款植物奶 究竟是不是款式的營養價值都一樣呢? Billy還幫忙買了幾款植物奶回來 和大家一起試味 告訴大家哪款性價比最高 那不如先問問你們 為什麼你們會選植物奶來喝呢? 多數客人都說 我不喝奶的 我有乳糖不耐症 喝完肚子會不舒服會餓 營養師又叫人喝奶 那我就選植物奶來喝 Billy的答案很真實 好像我們平常常聽的那樣 不如先跟大家說說什麼是乳糖不耐症 其實乳糖不耐症就是指 長度裡面的乳糖梅數量不夠或缺乏 我們喝了一些乳糖之後 身體就沒有乳糖梅 將它們分解成半乳糖和葡萄糖 分解不到的乳糖就會堆積在長度裡面 就會被細菌利用 之後就會發酵橙氣 肚子餓、脹氣不舒服的問題就出現了 其實乳糖不耐症在亞洲人生上比較普遍的 都會用植物奶來取代牛奶的 但是其實 又是不是款款的植物奶的營養價值 都可以比美牛奶呢? 除了乳糖不耐症不喝牛奶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不喝牛奶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覺得是環保因素 不過今天我們主要是就著營養價值 去跟大家探討一下 環保問題方面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討論吧 講到有點口乾了 不如我們一邊試飲一邊跟大家分析吧 牛奶就是飲食金字塔六大類其中一類 奶類及代替品 成人每天就建議喝一至兩杯 牛奶含有豐富的鈣質、蛋白質和維他命B2 所以就算是減肥的人士 就算不喝全脂奶的話 我們都建議他喝低脂或脫脂奶 豆奶就是很多喝不到牛奶的人 第一樣想到的代替品 其實豆奶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大豆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低脂蛋白質來源 200ml的豆奶就已經有7g的蛋白質 很多素食人士都會選豆奶代替牛奶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代到的 雖然牛奶和豆奶的蛋白質很接近 但其實營養價值方面 它們完全是不能取代的 牛奶就是動物性的蛋白質 人體就容易吸收 豆奶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質 牛奶有豆奶母的維他命A和D 加上牛奶的維他命B2和B6都比豆奶豐富的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鈣質 100毫升的牛奶就有100毫克以上的鈣質 但是100毫升的豆奶只有14毫克的鈣質 除非你說找了一些加了鈣的豆奶 如果不是其實兩者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沒錯 豆奶在營養方面的確是不可以和牛奶比味的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都是選擇一些有額外添加營養素的豆奶會比較好些 不過不知道哪一款比較容易入口 真的不知道 試一下才知道哪一款比較好 味道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試一下 試一下這個Happy先看看味道是否很開心 聞起來很香的黃豆味 喝起來也挺香的 但也有一點微腥 我很著重喝豆漿會不會後面有份Ufter taste的腥味 因為我自己真的接受不到腥味 B2你覺得呢? 有一點腥味的維他奶 因為他不夠甜 所以腥味出來了 他也算低糖的 100ml 只有2.5g 試一下另外這一款吧 這款呢 他的毛糖我很喜歡的 低糖的話 我相信這款應該也不錯的 它是豆味比較濃 這款呢 我覺得它是適合用來煮食 你覺得嗎?Billy 即是用來煮一些雞肉豆乳湯 是不是買錯啊? 是不是用來煮食的? 其實呢 這款呢 他看他的營養標籤 它是高糖過這隻的 它是有3.4g糖的 但是呢 入口完全感覺不到有任何甜味 反而這款呢 就是你所說的 是低糖維他奶 但是有腥味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怕腥味的人呢 就選擇這款啦 如果不喜歡呢 那些結身的感覺的話 就可能會選擇這款 又沒有說哪款一定比哪款好 好 我現在決定不到 我講完其他植物奶之後 一次過跟大家來個總結 燕麥奶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近期真的非常痴 經常都看到他的蹤影 是啊 因為呢 感覺上燕麥是麥皮的粉 好像低卡一點 好像健康一點 平時呢 出去買杯咖啡呢 都會轉用這個燕麥奶的 感覺健康一點 而且人都感覺好像文青一點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呢 燕麥奶是跟這個文青 和健康已經畫上了一個等號 搞到我有很多問號 想跟大家解釋先啦 燕麥呢 它主要的原材料呢 其實就是燕麥加水去打磨而成 它呢 就是屬於澱粉質 碳水發酵物的 所以其實它不可以跟牛奶和豆奶相比的 因為呢 它是完全沒有什麼蛋白質的 100ml的燕麥奶呢 其實只有1g的蛋白質 但是它的碳水發酵物呢 就已經可以有6-8g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你今天是想減糖 或者你有些血糖問題的人呢 就不應該喝那麼多燕麥奶啦 不過其實呢 燕麥奶呢 都會有一點點好處的 燕麥呢 其實含有豐富的beta醉葡萄糖 所以今天如果你說想選一個 有點纖維的植物奶的話 燕麥奶 都是這麼多款之中 比較好的選擇來的 一款呢 是老是常出現的 一款呢 是比較少見的 那不如我們看看哪款味道比較好一點 其實我自己呢 這兩者呢 我都試過的了 所以我心裡面一盡就有答案 在味道方面 Beeley你自己呢 你覺得呢 除了顏色之外呢 我好像不太分到 啊 好大分別哦 不是啊 你是不是喝完豆奶之後 腥脆的了嗎 現在口中喝杯水 好大分別哦 和麥蒸好像沒什麼分別 等著 你看清楚那些粒 你是不是添了 你喝完了 無論質感和味道方面 都很大分別哦 那如果你說其實呢 它呢 營養價值方面呢 糖分呢 Otley呢 就會比這個Miner 其實就會高一點點的 但是其實呢 它那個呢 無論脂肪啦 或者蛋白質呢 都是比較偏低的 味道方面呢 我自己呢 就覺得這個呢 是濃厚一點 還有燕麥味大一點 所以呢 坦水化合物方面呢 都是比這個Otley高一點的 味道方面呢 喝下去呢 其實這副呢 就會真的呢 可能是creamy一點 風厚一點 如果你說想打咖啡的話呢 我建議呢 你可以選這款 但是呢 真的在營養價值方面呢 兩款都有加鈣質的 Otley呢 它就除了鈣質之外呢 它還加了維生素B啊 D啊 那所以呢 營養價值 可能真的Otley會比較豐富一點點啦 之後就到米奶了 米奶呢 一直都是一個很疑惑的東西來的 Beeley你有沒有喝過米奶呢 其實我走超市的時候 減價也有買過的 不過就真的比較少一點 你買過 就是有沒有喝過呢 買完沒喝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味道 記得了 其實我這次呢 是第一次買這些米奶來喝的 你說在台灣呢 那些什麼米漿呢 我喝過呢 紫米漿 都覺得很好喝的 但是米奶呢 作為營養師 硬是過不了心理關口去買的 哇 這是什麼來的 我撕除我剛才那個 吵死你了 我們從營養價值來講 米奶呢 主要的原材是 大米 加水 再去打磨而成 其實它跟燕麥奶 豆奶 都是一個原理的 米其實都是澱粉質來的嘛 它的蛋白質 還有它的脂肪 都會比較低一點的 但是呢 其實米呢 主要都是一個高升糖指數的食物來的 所以都是跟燕麥奶一樣 不是很適合一些減糖 或者一些控制血糖的人士飲用的 我看它用糙米的纖維會不會高一點的 我想它其實這樣打成這些奶的話 其實纖維都被你打走 都不會保留得很多在裡面 沒有寫過纖維出來的 已經是沒有添加糖都更好 是不是你記憶中的米奶啊 你說你喝過的 不是你說你買過的 我已經忘記了什麼味道 你是記得自己買過 但是你忘記了什麼味道 喜歡喝米奶的朋友 不如你留言告訴他們 你選擇米奶的原因 杏仁奶主要的成分就是杏仁加水 再打磨而成 而杏仁就是屬於堅果油之類 杏仁其實就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如果適量的食用呢 其實就有益心臟的 不過呢 市面上我們都看到的 杏仁奶的卡路里都非常之低 大家會不會很驚奇啊 平時你買的零食一罐罐的杏仁 它的卡路里都很驚人的 100g都會有500多卡路里 這裡一杯的杏仁奶 只得過20-30卡路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加了很多水去稀釋 所以我們會看到的杏仁奶 它的質地質地 嘩水到 好像喝水一樣 這樣有沒有那麼誇張 不過又不能說杏仁奶完全沒有好處 那如果你說你真的有些乳糖不耐症不息的話 那你都要找一些東西去送Cereal 杏仁奶又真的比較低卡 低脂啊 不過連蛋白質都低了 但是我們都看到糖商自己都知道自己杏仁奶有這些不足 所以其實它都會額外去添加一些維他命下去 Belly選這款都不錯啊 我看它呢 都特地加了一些維他命A 維他命B 鈣質下去 去模仿牛奶它的營養價值 所以其實都不是說那麼差的 但是口味就一人二二了 今天就跟大家試了這麼多植物奶了 資訊又好像很多 那讓Hebe跟大家做植物奶的小總結吧 第一牛奶就是飲食金字塔裡面六大類的其中一類 奶類及代替品 成人每天都會建議喝一至兩杯 因為它含有豐富的鈣質蛋白質和維他命B2 所以就算減肥的人士不喝全脂奶的話 我們都建議他喝脫脂奶或低脂奶 第二 豆奶就是很多喝不到牛奶的人第一樣會想到的代替品 不過豆奶其實就是植物性蛋白質 沒有牛奶好像動物性蛋白質那麼容易被人體吸收 豆奶就沒有牛奶有的維他命A和D 還有它的維他命B2和B6都沒有牛奶那麼豐富 鈣質也沒有牛奶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想喝豆奶的話 記得選一些加了鈣質的豆奶 第三 燕麥奶和米奶其實都是屬於炭水化合物 即是澱粉質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減糖 控制血糖的人士 就不適宜喝那麼多 不過其實燕麥奶也有一個好處 燕麥其實有水溶性的纖維B2醉葡萄糖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選一款高纖維的植物奶 就選燕麥奶 第四 杏仁奶主要的成分就是杏仁 屬於堅果油之類 在市面上其實你都看到的 卡奧里都會比其他植物奶低了很多 它都是加了大量的水耐稀色 其實它的蛋白質絕對比不上牛奶 總括而言 今天的分析就不是說植物奶不好 也不是說建議大家只是喝牛奶 不過其實植物奶的營養價值真的比不上牛奶 但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很多廠家已經在植物奶裡面 額外加了很多營養素 令消費者更加放心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加植物奶的時候 不妨除了看卡奧里之外 看它的成分和營養聲稱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我們的分析之後 都選到一款自己最適合的奶類 下次再見 拜拜